见魏无羡还没打消念头,蓝忘机又道,若是去了,能待多久?蓝忘机点出最实际的问题,要去耕布尚书府里找东西,没有一定的时辰怎么够。 则,这也不成,那也不成那干脆说,朕去打猎,回成树中路过利布尚书府,过而登门拜访好了,谁信啊,魏无羡自暴自弃地说着,眼睛一抬,看见蓝忘机正不知如何应对地看着自己。 随口胡舟地,居然行得通,这个说法连你都无法反驳,那么就这个了,灭怀桑,魏无羡开心地呼唤自己的左右手进殿。 皇上有何吩咐,找一日没啥重要事情的,咱们带着禁军,去城外围猎,城外,攻城之外。 是啊,还得找个距离立布尚书府不那么远的猎场,结束之后,朕要不经意地去拜访。 不经意,如何不经意?这还不简单,围猫总有意外发生,朕被豹子抓伤了,需要休息,正好那谁的府邸在附近,这不就顺理成章了? 魏无羡编好故事,看到蓝忘机又露出不赞同的眼神,急忙地拍着他的手背,假的,假的。 顺便把温情姐弟俩带着,让温潮看看他们在宫里的状况,如今王灵娇失去争宠的机会。 他一定会转头重用温情,聂怀桑戏谑的眼神在魏无羡跟蓝忘机脸上来回。 您是说,要带着温常在还有蓝泽人同去。 魏无羡挑眉,明白了聂怀桑的意思,突然笑了出来,想看热闹啊。 这么百年难得一见的画面,奴才可要好好看看啊,想到魏无羡为了要取信温潮而故意与温情接近,还要在蓝忘机的面前,聂怀桑就觉得不能错过。 可惜啦,那日你还有别的药物,怕是设法看这场戏了。 魏无羡露出一个惋惜的笑容,啥呀,不是要阵云你回去一趟,那日你便回元帅府去,把该说的事情说一说, 既然拖住了温潮,你们兄弟俩便好好地笼找温室的囤军何在? 云深不知处,今早迎来了许久没见的人,震惊到连蓝启人都出门相迎。 蓝先生,大公子,踏进熟悉的环境,蓝丝锥激动得差点连礼节都忘了,丝锥给二位请安了。 真的是丝锥呀,蓝启人看见他也十分激动。 毕竟除了上回金光瑶带来蓝旺基被禁足的消息之后,就没有后续了,宫外的他们都不知宫内如今是何状况。 丝锥,你怎么出宫了?蓝锡沉担忧地问,旺基可还好。 蓝启人也破天荒地着急,听说旺基被罚了禁足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 两人一股脑地问问题,但对蓝丝锥来说,禁足都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。 蓝先生,大公子请放心,禁足的事情已经解决了,二公子在宫里无事,这次出宫是二公子有信让丝锥亲自送回。 蓝色锥拿出怀中的信。 怎地让你来送信,户部尚书不是安排了人在静视吗?蓝锡沉问。 因为姿势体大,此次便没有托户部尚书的人了。 姿势体大,蓝启人看着蓝锡沉接过那封书信,快看看旺基说了何事。 蓝旺基将那日在慈明宫发生的事情,简洁恶要地说明清楚,其中也包含了当今皇上及太后,对他们出现在京城的态度, 除了说明当年登基的原因,也说明了蓝旺基胸口上的伤口是如何来的。 没想到当年的事情居然是一场误会蓝启人看完信后,突然有种释然又愧疚的感觉。 误会,蓝锡沉疑惑地问,出宫那年她才六岁,时至今日许多过往已逐渐模糊。 她知道她的身份,也知道他们当年是从宫里逃出来的,但对于当时是何状况? 出宫时遇上了什么,她却早已记不清。 叔父当年带着你们三个躲在北城门附近的一处宫殿内,为时那孩子怎么整都不断地哭啼。 哭到吵醒昏睡的旺基,旺基许是受不住了,才把她抱过去安抚,但也是如此我才发现,旺基的状态似乎不大对。 昏睡,旺基当时可是病了。 那时候,叛军权术被抵挡在宫中,声音离北城门这里远得很,我放心不下,便检查了旺基的身体,这才发现旺基的胸口上被烫下了一个烙印,是了旺基胸口的伤疤。 这个伤痕蓝西沉知道,但是从来没人告诉他缘由,直到今日收到蓝旺基的信他才明白。 但是为何叔父会说这是误会? 莫非,这便是叔父当年出宫的原因。 嗯,那时叔父有些气不过,不能接受旺基会遭受到如此的伤害,又不禁想,为何你的父母会遇上这般的命运? 拦起人叹了一口气,人非圣贤,越是逆境,越容易胡思乱想。 那时叔父只觉得,宫中所有人都是陷害你父母的人,对谁都不信任,也不知道谁值得信任。 就连你父亲的结拜兄弟,拦起人边说边摇头,没想到当年自己的一念之差,导致了这十六年来的阴差阳错。 叔父无需自责,当年之事若换作是旁人,也必然会有相同的想法,此乃人之常情。 况且在叛变平息之后,紧接着的就是魏氏之子登基的消息。 民间话本尚有魏氏谋朝篡位之说,叔父对此心存疑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 蓝西辰宽慰道。 事到如今,也只能宽慰蓝起人勿在执着过往,毕竟当时那种状况,他一人带着两个孩儿,走出皇宫之后就是人生地不熟的天下,熟世之人又不知何人可相信,除了隐于世,也没有第二条路可选。 也是叔父没有想清楚,当年想带着你们出宫,却又不好带上魏氏的孩子,留下一件旺姬的袍子,本想给他做保命符,没成想,却促成了他登基的原因。 自己还为此耿耿于怀多年。 蓝起人摇头笑叹,事实多变。 蓝旺姬的信里,把魏无限登基的事情给说了详细,其中那件小龙袍功不可没。 还是蓝起人无意间造成的局面呢? 也幸得魏氏并非贪婪之人,登基只是权宜,目的还是为了稳固朝中局势。 嗯,信上提及要在省亲时迎你回宫,想来是要商议后续继位之事。 提到回宫继位,蓝锡臣的态度倒是有些犹豫,叔父,纵观局势,如今三省六部相安无事,相互制衡,正是我朝向前迈进的时期。 若此时贸然一主,不止改革无法推进,就连平衡已久的局势,也极有可能会失衡。 蓝锡臣虽不在朝堂,但是身为先皇子嗣还是蓝锡臣虽不在朝堂,但是身为先皇子嗣还是十分重视天下之变化。 许多事情,护不上书金光瑶都会与他商讨。 如今天下太平,百姓安乐,朝局也十分稳定,若是此时,皇位突然生变,怕是会把平衡朝局的天秤给打散了。 天下局势和酒必分分酒必合,你也知朝局已经平衡了许久,这段时日不止咱们在精进,对方也在养精蓄锐呢,蓝锡人意有所指,仍旧不放心当年的事再度重演。 冷藏